波士顿凯尔特人总经理丹尼安吉接受采访时表示 台里、欧文和哥邦海沃德两人能够准时出现 在球队新赛季的训练营中 对于他们的身体状况 球队将会继续注意 相比欧文 海沃德一定是那名更想证明自己的球员 上赛季节目站的脚踝托就和进骨骨折伤势 让他整机报销 要知道凯尔特人去年可是给了他一份四年1.28亿的顶型合同 如果则新赛季无法拿出令人幸福的表现 不排除凯尔特人会将他放入和交易的名单 如果你还对凯尔特人上赛季的表现有印象的话 一定不会忘记他们所展现出的坚韧 随着赛季的深入 球队阵中能够上场打球的球员不断减少 就是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在东部决赛中打了七场 每一个人都在这支球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厌强休战的海沃德则是和球队融合时间最短的球员之一 等到海沃德回到球队的时候 他会对杰森塔图姆的成长速度 以及马库斯莫里斯的活力感到惊讶 这两人在他商区的整个赛季里 划分了三号位的大部分出场时间 因此 付出后的海沃德必须拿出足够的竞争力 而不能仅仅靠民企占据球队的先发位置 二人之中对海沃德威胁更大 那应该是卡图姆 A段认为如果新赛季初期 史蒂恩斯教练继续安排塔图姆打一段时间的手法 也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举动 塔图姆是我在二零摇七届新秀中最看好的球员 通过上赛季的历练 我认为他完全有能力 去胜任一支球队的先发三号外 不过 塔图姆自己倒是挺坦然的 面对有可能发生的决策变化 他表示不介意为海沃德打替补 从长久的发展看 塔图姆终有一天 会成为固定的首发人员 他理想的场上位置 应该是小前锋而不是大前锋 这里不是说海沃德不优秀 只是上赛季绿山军的出色表现 让人们几乎忘记了球队的商定名单中 还有一个他 而他商与付出后的状态 也是有待观察的 作为一名白人球员 海沃德在场上 并不如其他身体素质 炸裂的球员来得高调 谦虚和勤奋 帮助他在校里全是17亿名一个脚印 换来了今天的地位 然而 凯尔特人去年夏天 为他开出的合同 还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 他的数据和硬实力 要稍低于合同所体现的价值预期 特别是在大山过后 A段认为海沃德很可能 已经将生涯的黄金期 留在了28岁之前 联想帕斯斯的严重溢价合同 海沃德下赛季的表现真的令人担心 在绿山军已经建立起的化学反应里 海沃德需要学会去融入球队的体系 球队会对他保持耐心 不过这不会是无限期的 安基当初舍弃小托马斯 布拉德利 克劳的这些草莽英雄 选择欧安 海沃德 霍福德的组合 目的就是为了效保云八年 雷拉伦 皮尔斯 加内特的三巨头模式 短期内争 罗总冠军一定会是开尔特人的目标之一 万一无法实现 他们还有司马特 罗切尔 杰伦布朗 塔图姆的已经证明过自己的年轻球员 可以进一步进行潜力挖掘 从目前来看司马特和罗切尔更像是关键角色球员 杰伦布朗和塔图姆的发展方向则是先巴球星 去年夏天的大换血就是阿尔基为年轻球员发展铺路的铁证 他们没有因为征换而失去理智 稳健的操作让球队在接下去的几个赛季里都能保持相应的竞争力 海沃德和球队整体的融合程度很可能决定 关机下一步的运作策略 如果海沃德的实力就之前有了大幅度的下滑 凯尔特人绝不会让他落在手里 选择合适的时间点把他交易出去 或许会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A段有预感这样的事情会发生